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在他们父亲联手开发的豪宅楼板中 两个人用猴笔勾勒出手掌的形状 相约友谊天长地久对未来充满情 天不随人院 亚洲金融风暴一夜之间让两处家庭跌入尘土 短发女和长发女在面对家庭的转变 两个未成年人的心理不堪重负 长发女呢用寻呼吸告示短发女一起寻死 在庭宫多日的大楼顶啊 短发女呢毫不犹豫地举下自尽 而望着血泊中好友的尸体 怕死带来了巨大的恐惧 让长发女呢背弃了刚刚拉钩许下的诺言 仓皇逃离 而此时零点刚过短发女的生命呢 就这样永远停止在了15岁生日的这一天 一眨眼的就是20年 活下的长发女呢成为商界精英 同时也是一个和女儿相依为命的单亲妈妈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那一天长发女带着女儿来到烂尾楼视察 就在女儿举起手机自拍的时候 一扇门在她身后悄无声息地打开了缝隙 面对陌生且幽暗的小黑屋 一般人都不会进去的不对 但小姑娘呢不懂什么叫好奇心害死猫 她不但勇敢地走进了阴冷的房间 更是掏出了手机点开闪光灯 想要探究黑暗的隐秘 房间里呢空无一物 可惜在这个时候呢 手机拍摄界面却响起了对焦的声音 相机居然对着空气启动了 人脸自动识别细节 就这么一小点细节啊 让人看得是毛骨悚然 这是一件令人细思极恐的事情 没有人的房间 相机却识别了多张看不见的人脸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泰国手机在夜间拍照水平 已经超越了苹果三星 太恐怖了啊 小女孩呢 虽然在屋子里什么都没有拍到 但却在地上发现了一台老旧的寻呼机 看着左下角啊 一张早已模糊的大头贴 我们当然知道这是怎么了 但长发女的女儿呢 却把她带回家中 当成了古董级的宝贝 简直是至少 当她看到死亡之月的时候 想扔掉已经晚了 脏东西呢已经进了家门 又岂会是轻易能送出去的 当天晚上 长发女就发现 女儿将家中弄的是一片狼藉 更诡异的是 她居然在墙壁上 画下二十年前一模一样的手掌形状 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女儿一夜半开门 对着空气说 请进 并且开始聊起二十年前的事情 看到这一切 长发女终于明白 曾经死去的短发女 回来索命了 因为此时 离她女儿的生日呢 刚好只有几天时间 已成为利谷的短发女呢 要让长发女女儿和她一样 生命永远停止在十五岁的那一天 用什么方法呢 老套路鬼上身 在家用窗帘上吊自尽 痛苦万分的长发女各种赎罪 可惜啊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果然 悲剧在哪里开始 就在哪里结束 女儿在长发女面前 举相自尽 为了当初的约定 故事的最后 依旧留下了光明且温暖的尾巴 中间的女儿 尽管成为一动不动的植物人 却在长发女 无微不至的照顾下 能够感应母爱的呼唤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 做人呢 还少言出必行啊 不要放人家鸽子 不然后果你懂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秀影视 我是天天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订阅我哦